最近各大艺术类院校的艺术考生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忙着赶考 看着广大学生们 怀揣着自己的梦想 努力着作为过来人的陶红老师 也回忆起自己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大学时光 我们班同学真的是感情都特别好 感情好可不只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 过年前陶红大学时所就读的 中系表演系九四班 就来了一次例行大聚会 最终能够聚成的这发起人必须是我 因为我是班长 我要不招呼吧 就聚的人数也一个社会少 一个聚齐的或者能实现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必须得有领导出面 一个个联系同学 组织聚会安排时间预定场地 这种既操心又繁琐的事 还真没几个人做得来 但身为班长的陶红就特意愿意 甚至乐在其中 我都觉得这是特权 你平时你去挨个骚扰人家 人家觉得你挺奇怪的 这是我明目张胆的骚扰别人 说你来不来快来 你干嘛呢 你最近干什么呢 你全都给人们庆祝了 他们也得告我 我觉得这是他全 能这样肆无忌惮放肆而为 足可见在大学期间 陶红树立起来的微信 依旧颇去影响力 两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于北贝一绝 让他比同班同学成名更早 但该有的担当一个不能少 我就做那些他们不做的活 比如说本来应该 比如说文体委员编舞 但是因为那个 我们当时的文体委员是应小天 他年龄特别小 10 当时上学的时候只有16岁吧 他就拉半这个 跑那个他组织不起来 然后我就会冲上去来干这活 就是大家得给我点面子嘛 陶班长还以成绩服人 和段一红合作的小品 拿下了满分的成绩 这可是中系有史以来第一次专业课 得到了满分的两个学霸 但陶红笑称自己只不过比其他同学存款多 我从一个运动队这样的一个地方 忽然来到这么一个学校 觉得太好玩了 所以天天都在玩那个专业上的事情 然后那个觉得排戏是让我最开心的事 真正的这种做练习的时候 分析人物的时候 其实我的那个 就是我就说可花的存款会比他们多一些 那个时候他们想说 你为什么成绩好 我说的我还比人大呢 我再比人成绩差呢 我不是不是这两天白活了 人对世界的观察越丰富 你经历的事越多 其实对你来说都是财富 如果说以上两顶是陶班长让人信服的原因 那他在日常生活中 每一个不经意的温暖举动 就是让同学们心服口服喊班长了 哪怕只是一句随便的话 其实还是应该怀揣着善意和善心 这样就是回头人家在谈论起你来说 你还是一个好人 从大学的花样年华到如今在各自岗位上事业有成 对于中戏表演戏九四班的同学们来说 时光飞逝感情永不变 而头红也依旧坚持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 4月底他又将开始四次同堂新一轮的巡演 我对我自己来讲的一个要求就是 每年都有机会上台 当然不是说每年都要拍新戏 但是一定要有机会上台 永远不要对舞台这个我本职工作的地方生疏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